再过六天就是农历新年了 除夕夜吃团圆饭的是 华人都非常重视的 因为是全家人难得团聚 互相祝福的时刻 但是却有这么一个人提早吃团圆饭 而且不是跟家人一起 那么它是跟谁团聚呢 今天是什么 这一天平时忙着工作的余赵斌 特地一大早就去买菜 陪我吃多 原来他今天邀请了一般人 傍晚到家里吃火锅 提早庆祝新年 骨头我们拿来炖汤会比较香 也比较甜一点 所以到今晚他们来 应该那个汤是很香甜的 但他今晚的座上宾不是家人或亲戚 而是不一般的望年之交 哈喽 你好 你好 先年54岁的余赵斌是爱心团结义工机构的创办人 机构成立于1986年 旨在帮助孤苦无一的老人 来来来 我来你来 为了让独居老人也能够吃到团圆饭 每年过年余赵斌都会邀请他们一起吃饭 在过年的时刻 每个人都会讲团圆饭团圆饭 他要去跟谁团圆 面对四片墙 也没有人会跟他聊天 也不懂要去哪里 所以以我跟太太的商量之后 就可能说就由我来请你们来我家 跟我家人一起吃饭 这样的情形 火锅给我的感觉是要吃很多种 不一样的材料在里面 这样会吃得比较舒服吧 余赵斌买食材毫不灵犀 而且处处都为老人们设想 鲍鱼再煮多一下 就是给它软一点 要不然等一下热龄人士要不断 余赵斌之所以会跟老人们结缘 过程极富戏剧性 一切得从他15岁那年说起 当时性格叛逆 脾气暴躁的他刚刚搬到红山 被住家附近老人活动中心里 参加歌唱班的老人们吵得受不了 于是就跑过去想闹事 那时候还是所说的小混混的时候 我还没有开口 又有另外一个人来敲他们的门 说你这间很吵 要怎样要怎样 这样我就走过去跟他讲 不然你先打了我才打他们 就从那时候 我是认为这些老人家需要到保护 从那时候起 他立志要帮助和保护老人 便当起了一功 一路做到现在 从事殡葬业的他 随时随地接到电话就得工作 行程满党 尽管已经搬离红山 但是他依然每个星期都去那里 探望老人一次 而当那些独居老人走到人生尽头时 他也会义务帮忙处理身后事 你也不用解释这样多 缘分一到 你需要我 我自然会出来的 从一个人你不认识 到你去陪伴他 到你认识的时候 他病倒地进了医院 也是我们的事 有些人也就在怀疑 哪里有人这样好 干脆以我之认为 你是想到有回报的话 你就不要去帮 所以我可以做的东西 我就是做到没办法做 到一天我真的走的话 我也是会走到很安心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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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碌了整个下午 于兆斌用满满一桌的食物 欢迎老人家 他们当中有的无亲无故 有的刚刚丧偶 哇 所以今晚这一餐 对他们来说别具意义 来 叫好 叫好 放财饭 我每年都来东西这边吃的 很多人不孤单 我现在一个人住 我新认他 他好像是我弟弟一样 来啦 你不要软点 在热乎乎的火锅之前 大家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开心地享受着温馨的团圆时刻 东西 从你最小的孩子 在你的老婆肚子里面 还没有生的 对吗 就这样子了 你每一次出去都叫我们 带老人出去 有多吃又有多拿 我们多么高兴 我认识你不久了 一年多 我觉得你的人很好 这样啊 一年多就这样好了 一年多就这样好了 或许因为经常跟老人接触 还有职业的关系 于兆斌目睹了很多的遗憾 因此每次过年 他都特别的有感悟 吃了差不多了 我们来吃东西 我就送去饭吃饭 吃饭吃饭吃饭 我爱你 有家庭的人 真的要回来团圆一下 不要等到他们走了 才来哭 才来叫 有些人就跟我讲 我去看他不懂要跟他讲什么 反正我跟他们讲不需要 我们去那边点个头 拉着他的手 这样已经足够给他的温暖